大家好,欢迎收看房东网58home.ca为您现场直播的嘉宾访谈节目 今天是系列节目Carol戴的财务保险理财一期谈的第七期 那首先请Carol给我们观众先打个招呼吧 Hello好,大家好 Carol好,欢迎Carol聊到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可以通过Zoom和房东网YouTube频道这两种方式同步收看 大家观看的同时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打到Zoom的聊天区 或者YouTube的评论区,在节目后半段我们就请Carol一起来给我们做解答 Carol上期我问了一个问题 如何在公司里处理个人的医疗费用 您当时说今天会讲到,对吗?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会详细的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Carol给我们今天来分享 有限公司税务规划的高级篇,下面时间就交给Carol,您请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呢是有限公司税务规划高级篇 那今天呢大概呢就是时间呢应该一共呢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明镜会计事务所合伙人 早年呢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贸易经济系 02年移民加拿大,05年获得悦克大学修理和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NBA毕业以后呢进入Scotiabank在银行工作期间考取了CPA和CFA的资格认证 2010年呢从银行辞职出来开始创建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 到现在呢已经是12年多的时间了 那2018年呢经过四次考试呢我又取得了一个新的资格认证 叫做加拿大信托和遗产职业者的资格 那呢我是比较专注于新移民和高收入高资产人士税务规划的注册会计师 除此以外呢我也是磁牌的保险经济 那呢我应该是财税知识最全面的一个人受保险经济 同时呢我也是IFA保单抵押贷款方面的专家 这是我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今天的这个讲座的内容呢大概有这么几点哈 我们现在就开始切入正题 在讲这个税务高端税务规划的具体方法以前呢 我们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什么是CCPC 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这些高端的税务规划呢 都是针对一类比较特殊的公司 我们叫做CCPC的啊 那么CCPC呢它是Canadian Controlled Private Corporation 就是加拿大居民控股的私有有限公司 那要满足这个定义呢有主要有两个条件哈 一个呢它必须是在加拿大注册成立的公司 其次呢它必须是一个私有公司 就说不是上市公司 而且呢它没有被非税务居民 或者是公众公司直接或者是间接控股 这个叫CCPC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出这个CCPC的概念呢 因为CCPC呢有这样一些税务商的优惠哈 主要有这么两点 第一个呢是如果在CCPC里面你进行的是积极的生意 你的因纳税收入50万以下 我们以安省为例 那呢你可以享受12.2的小生意的优惠税率 什么是因纳税收入呢 简单一点你可以理解成就是 毛收入减掉所有的支出以后的净收入 好那什么是积极的生意的收入呢 这个地方呢要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哈 就是积极生意收入和被动投资收入的区别 简单一点说呢 如果你用劳动力来挣钱 这个是属于积极的生意的收入 比如说 你开一个这个hotel 比如说你是生产衣服的 你是开餐馆的 ok 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积极的生意 那什么叫被动投资呢 简单一点说呢 就是你用钱来生钱 我们叫做被动投资 那么用钱来生钱产生的收入呢 就属于属于被动投资的收入 比如说 你用公司你的钱去放这个私贷 收取每年10%的这个高息 你去买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股票 来收取股息收入 或者是你买出租房 然后呢去挣得租金收入 ok 那么呢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进行的是被动投资 而管理这些被动投资的人 就是你雇的人 管理这部分投资的人 又不超过全职6个员工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属于被动投资的收入 ok 那么如果管理被动投资 被动投资的人超过了全职6个员工 那么这个被动投资 就可以跟积极的生意收入 产生的这个收入一样的 可以享受12.2的小时一的优惠税率 这是主动跟被动的区别 那第二个CCPC可以享受的优惠呢 就是当符合条件的CCPC股份 在转让的时候呢 每个人终身有91万的增资额是可以免税的 那么到底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待会我们还要详细介绍 好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呢 咱们加拿大过去20年税率的变化 这张图呢是公司税率的变化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CCPC的这个税率呢 过去20年 它是向下的 就是我们政府收的税呢 是越来越少的 尤其是在2011年2012年以后 看大概这个这个税呢 就是好像下降的会更多 这是第一个表格 那么第二个表呢 是我们过去20年 个人税率变化的趋势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个人税呢 在2008年09年以后呢 是在逐年逐步增加的 那么个人税的 这个最高边界税率呢 是越来越高 那现在呢是 以安省为例呢 是最高边界税率 个人是一般利息 一般收入是53.53 也就是说一多半都交税了 我们把公司的这个税率 和个人的税率变化趋势 这两个图合在一起 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会可以看到 就是说公司税跟个人税中间的差别呢 这个越来越大 对吧 那出现这种情况呢 是说明了第一点呢 是政府呢 是要鼓励 在公司里面进行投资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种差距越来越大呢 那么意味着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作为小公司的股东呢 他有更大的motivation呢 希望把这个收入 交那公司税的收入留在公司里面 去进行 扩大再生产或者进行投资 而不愿意把钱呢分到个人名下去 因为分到个人名下的 那么你要交的税就会放在公司里面呢 多很多 OK 具体来看一下哈 这个我们CCPC的公司收入怎么上税的 这地方呢是 我们加拿大各省公司合并税表 联邦跟省税的合并税表 我刚才讲了 首先呢 CCPC的收入呢 分成积极生意收入和被动投资收入 OK 那么积极生意收入呢 当你小于50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享受 small business的一个优惠税率 你看各个省呢 都是10%左右的样子 我们以安省为例是12.2 那 积极生意收入 高于50万的部分呢 他的税率是26.5 在安省哈 别的省呢 最低的啊 可以到 看沙省可以到15.5 高的是31% 总的来说呢 是要比50万以下的呢 都要高个百分之十几哈 那如果在CCPC里面进行被动投资呢 收入发生的当年 他的税率是 50%左右 你看以安省为例是50.17 OK 那别的省呢也是50%左右 OK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CCPC里面进行被动投资 这个税率 反而是这么高呢 这就是 与政府的这个 意图相关了哈 大家都知道当我们一个政府设计他的税收政策的时候 他如果鼓励的行为他就会给你一个优惠税率如果不鼓励的行为呢他会给你一个高税率 他通过调节税率 他通过调节税率来调节 很优惠的税率 那为什么被动投资他要给你这么一个高的税率呢 因为你在 CCPC里面赚的钱以后 税务局希望 政府希望你把赚的钱 拿来 扩大再生产 比如说你开了一个餐馆 赚了钱以后你再投资开第2个餐馆 雇更多的人 增加就业对不对 那如果你说 我赚了钱 我不愿意去 扩大生产 我也不愿意去在 别人 我就是把他放到公司里面 我就是放到公司里面做被动投资 比如说去买房子出租 比如说去放高利贷 那这个呢 是政府不希望看到你做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 所以呢 你在CCPC里面做被动投资 在收入发生的当年 他就会收一个惩罚性的高税率 50%左右 这就是 这个税率为什么这么高就是这么一个 他的底层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数字是怎样的 在CCPC里面进行积极的生意的收入 我们同样以安省为例刚才讲的 50万以下12.2 50万以上26.5 那么 在CCPC里面做被动投资呢 你拿到的被动投资的收入呢 利息 和租金收入 刚才说了 收入 拿到了当年 税率是50.17 但是呢 这其中有30.67呢 是要退给你的 什么时候退呢 当公司给个人分红的时候退 每分一块钱 退38.33% 如果在公司里面 你 赚取了资本增值收入 比如说公司里面你有一个 出租房 对吧 出租几年以后呢 你卖了 赚了钱 那么这个呢 是资本增值收入 在公司里面跟在个人名下都是一样的 只要是资本增值收入呢 只有50% 是需要纳税 另外50%呢是完全免税的 那么这要需要纳税的50%呢 他的税率呢也是50.17 但是同样有30.67呢是可以退给你的 从 持股 大于10%的子公司拿到的分红呢 收到的时候是完全免税的 从持股小于等于10%的公司拿到的分红呢 那 收到的时候 你要 交的税是38.33 但是呢这38.33呢同样的是 可以退还的 什么时候退呢 公司给个人分红的时候退 全部退还 退还38.33 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税务局 对于被动投资 你收一个惩罚性的高税率的时候又有 这个 其中一部分又是将来说要退的呢 这个呢是基于呢我们加拿大税务体系的一个特点 叫做税务上的一致性 他说的是呢 同样一笔收入 同样的就是说一笔收入 我不管你从什么途径赚得呢 我希望你交的税呢 是一样的 那么 同样一笔收入在个人名下交多少税 在公司里面他也希望 从公司然后 Flo 15到个人名下去 这加在一起交的税呢也是 没有什么区别的 所以的话呢 这就是为什么 虽然他当时收了一个高税 高税率 但是呢将来呢有一部分 等到 封鸿分给个人的时候在个人名下就要交税了 那么为了避免双重征税呢 这个 多余收的这一部分呢他就会退到公司里面去 这是这样来的 好 这个被动投资 50.17 这30.67可以退的 到底是怎么样 作用的呢 这个地方呢我就特意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CCPC里面的被动投资收入 他到底是最终是怎么纳税的 我们讲了公司被动税率 我们以安省为例 50.17 30.67 他呢就进入了这个 RDTOH 这么一个账户 叫做 refundable dividend tax on hand 这个RDTOH账户里面的金额呢在公司给 个人股东分红的时候 是要退回到公司里面去的 退款的比率呢是分红额的38.33 这刚才也讲过哈 我们具体来看 好CCPC公司里面我们现在举个例子有 1万块钱的被动投资收入 譬如说有1万块钱的净租金收入 当收入发生的 时候 我们的税率呢是50.17 这其中呢有3067 30.67是进入了RDTOH这个账户 税务局就给你做了个记号 他说这个30 3067块钱是 我还要退给你的哈 你只是暂时放在我这个地方的 好 如果说 公司 当年不分红 那50 5017块钱就收走了 所以公司里面的留存收益呢就只剩下4983 那 因为有3067呢 是可以退还的 而退还的比例呢是 38.33% 也就是每分红给个人1块钱呢 退38.33 那我们就做一个 数学啊做一个计算数 数学上面的计算 我为了不让这个3067 一直留在税务局 我今年就想把它退回来 那我要给自己分红分多少来给股东 就用3067除以38.33 这就是我们公司 为了 退回3067这一笔钱 需要给股东分红的金额 所以呢 我们需要给股东 要宣布 一个分红 这个分红的是 8002块钱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 在当年就把这个 3067块钱 退到公司里面来 好 现在我们假定 我们当年 收入发生的当年 我们就宣布说 我们公司给股东分红 咱们分 80002块钱 好 只要宣布这个分红的当年呢这个30 3067 3067就会退到公司去 那么公司里面 退还了这个3067以后呢 他的流存收益是多少呢 就是 本身交了 5017块钱以后 剩下的流存收益 然后再加上退回的 3067块钱 所以公司里面 拿到这个 RDTOH 退款以后呢 他实际上公司的账面上 他的流存收益呢 就有了 800050块钱 所以 我们在公司的层面 赚了1万块钱 公司里面 真正交的税是多少呢 是 1950 19.5 OK 那公司里面 剩下的流存收益是多少呢 是 800050 那么这个800050 如果说 当年你 全部 分红 分给个人的话 那呢 在个人名下要作为 不合格的股息 也就是 Non-Energible Dividend 在个人名下上税 OK 所以呢 整个的 被动收入 交税 和 退还这个 RDTOH的过程 然后呢 退还以后 分的红 这个又在个人名下上税的过程呢 他就是这个计算就是这样来作用的 OK好 那 我们再来看看啊 从CCPC拿到的股息怎么上税 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概念叫做不合格的股息 我们看看不合格的股息 Non-Energible Dividend 他到底是 从哪些地方 来的 他有这么三个来源 在 公司里面的积极生意的收入 小于50万的部分 如果交了12.2的公司税以后 分红分给股东的时候 他就是属于不合格的股息 在 利息租金 因纳税的资本增值 这些被动收入等 交了50.17的税 以后 OK 他们 分给股东 也是属于不合格的股息 然后呢 如果你是一个控股公司 从你的子公司收到的 分红是不合格的股息 如果你持股 持有你的子公司的股份 大于10%的时候呢 当你收到分红的时候 在母公司是不用上税的 但是你收到的不合格的股息 分红分给股东的时候 他依然是作为不合格的股息 分出去的 在股东名下要纳税的 这是第1种分红 叫做不合格的股息 那么第2种分红呢 我们叫做合格的股息 就是energible dividend OK 他又是怎么来的呢 他是在积极 公司里面的积极的生意收入 高于50万的部分 交了26.5的公司税以后呢 剩下的这部分钱 留存收益 当我们分给股东的时候 我们就是作为合格的股息 分给股东 在股东名下上税 然后再就是你从你的子公司 收到的合格的股息 分红分给你的股东 个人股东也是合格的股息 再就是 如果你公司 买的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比如说你 买的有什么 银行股 OK 那么在你这些投资组合里面 收到的这个股息 就是上市公司这些股票 拿到的股息呢 那么呢 他呢 是 收到的时候 公司收到的时候 刚才说是 要交38.33的税的 当分红 分给 个人股东的时候 这38.33 33的税呢 是会退给 公司的 然后呢 当然 这个退到公司以后 你是分红分给股 股东嘛 在股东名下呢 还是按到合格的股息来上税 所以呢合格的股息呢 也是从这三个来源 来的 好 那到底 不合格的股息 跟合格的股息 他们的税率是多少了 那我们这张表 就 讲了 个人名下 是 怎么上税的 这个呢 我们是以安省2022年 个人所得税合并 联邦和省的合并税表 来为例子来讲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第1个特点呢是个人收入是累进税制 对吧 我们把我们的个人收入分成不同的区间 收入越高的区间 他的边际税率越高 逆袭及一般收入呢 是红色这一列是100%要上税的 资本增值呢是绿色这一列只有50%需要上税 所以他的税率是红色的一半 对吧 好 重点我们来看一下 不合格的股息 刚才讲的有三个来源 我这里只是讲了 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付国12.2的公司税的 是按到紫色的这一年来上税 而合格的股息是按到橙色的这一年来上税 所以大家 比较一下这个合格的股息跟不合格的股息的税率 会发现 什么呢 不合格的股息 他要交的税 比合格的股息要高了1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不合格的股息 你在公司里面交的税 比合格的股息在公司里面交的公司税 要低10% 对吧 过去交的低的 现在是个人名下交的高 在公司里面交的高的 在个人名下交的比较低 这个呢 一样的 就 契合了我们 刚才前面讲过的加拿大的税务 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税务上的一致性 就是同一笔收入 不管你从什么渠道赚得了 税务局希望你拿到个人口袋里税后的 最终可以花的钱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OK 我这地方 特意想给大家强调一下 咱们的最高边界税率 利息及一般收入是53.53 资本增值26.77 合格的股息呢是39.34 不合格的股息是47.74 这是以安省为例 我们个人名下的最高边界税率 好了 刚才讲的 即便了哈 税务上的一致性 就是简单一点说就是用这种图来表示的 这个图来表示的 就是说 同一笔收入 不管你是在个人名下的 上的 还是在公司里面 以什么样的方式赚得 最终希望你交的税呢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是税务局 希望能够实现的目标 具体 我们用数字来表述一下 就更清楚了 我这里举的例子是 这个公司 CCPC和股东都是安省的居民 那么这个股东的已经处于个人 编辑税率的最高档了 我们以2022年为例 我们看看 个人 刚才说了最高边际税率利息及一般收入 是53.53 资本增值26.77 那么这CCPC里面如果是赚得积极的生意的收入 50万以下的部分12.2 如果你是最高边际税率将到12.2公司税以后 剩下的钱 在封红封给个人的时候 你按照最高边际税率上税 刚才讲过是47.74 所以它的综合税率加在一起 如果你计算的话会发现是 个人税加公司税是54.12 那在公司里面做积极的生意 赚取的收入高于50万的部分是26.5的税 交了这个税以后封红封给个人 还要按39.34 最高边际税率上税的话 然后最后呢这两个加在一起是55.4亿 那如果你在CCPC里面进行被动投资 收入发生的当年是50.17的税 如果你当年马上封红 30.67就退回来了 实际上这个公司层面交的税是19.5 封红分到个人名下 如果按照最高边际税率算的话呢 还要交47.74的税是不合格的股息 所以加在一起最终的税呢是57.93 资本增值呢 按照同样的方法一半来算的是28.97 我这地方想比较一下 这几个数字 你看在个人名下 53年53的税 但是如果你在公司里面赚取的话 当年交了公司税以后马上就分红分给个人 同一个人是最高边际税率的话 这个不合格的股息 这一款呢 你是54.12的税 他呢 实际上 要比在个人名下赚取 同样一笔收入 反而要高了 0.6% 如果是合格的股息 这一部分呢 要高了 0.9% 那如果是被动投资 从公司先交公司税 再分红交个人税的话呢 要高了 4.4% 那这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第一点 尽管税务 我们是我们的税务体系 设计的这些东西这个机制 希望做的是同一笔收入 不管是在个人名下赚的 还是在公司里面通过哪一种渠道 哪一个路径赚的 你在个人名下交的税都是 一样的 税务局尽管非常想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看起来呢 是没有办法完全实现的 这是第一点 所以会有差别 第二点 如果你拿的是不合格的 股息 对吧 那呢 实际上的指 比在个人名下高了千分之 百分之 0.6 也就是千分之六 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如果是合格的股息 这一块呢 是千分之 九 也不算大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被动投资 百分之4.4 这个还是 多得有还是多得比较多的 百分之4这个数额还是有点大的 就接近5%了 对吧 那么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 这个启示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公司里面是 做被动投资 比如说你是 买房子出租的 你就只有 投资房的收入 同时呢 你雇的员工又 低于全职六个员工 这就属于被动投资收入 那如果你个人 只有这个收入 你想从公司里面 给个人 给个人 在拿钱的话 作为你个人股东 给自己发钱的话 那你可能 发工资 要比 封红 要交的税 要少了百分之四点几 OK 我这里虽然是以最高编辑税率来举例的哈 但是就算你不到编辑税不是最高编辑税率 别的tax 他的这个规律呢 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个我都算过的哈 所以的话 如果你公司里只有被动投资 那你当年如果就想给自己 把收入拿出来的话 那你可能发工资 比封红 是要给自己省个百分之四点几的税的 这是想给大家说明的哈 好了前面呢就是花了这么多篇幅呢 主要是要把CCPC怎么上税的 把它讲清楚 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以后呢 我们才知道 我们 对有限公司 我们私有有限公司 做税务规划的时候 我们要从哪些途径去考虑 做规划 那我们有这么一些 途径哈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 需要纳税的收入 最好能够变成免税的收入和 或者是福利 把现在就需要纳税的收入呢 变成将来才需要纳税的收入 因为严税 其实就是给你减了税 给你省了税 把需要交很高个人税的收入呢 变成可以交 较低个人税的收入 把在个人名下 纳税的 变成了可以在公司名下纳税的收入 把一般的公司税 要交26.5的公司税的 这些收入了 变成可以享受小生意的优惠税率的这些收入 把公司被动投资的收入了最好能够变成积极 经营的收入 把一般的分红和 一般的收入 一般的收入和分红收入呢 最好能够把它变成资本增值的收入 也就是说只有50% 可以上税 50%可以免税的收入 这就是我们 要进行税务规划可以用的一些途径 我们今天下面说的东西都是围绕这一些方法 来做的文章 好我们一个个看 怎样公司怎样通过延税来实现减税 上面这个图 我们还是以CCP这个股东都是N省居民 股东处于个人编辑税率最高档来为例 这个图的上半部分就是刚才已经给大家详细解释过的 这一部分 我刚才讲了 你 如果是不合格的股息呢 这个他们两个啊 就是这笔这笔收入在个人名下赚得和在公司里面赚得 只差千分之六 如果是合格的股息呢差了千分之六 如果是 这个被动投资呢差了4.4% 对吧刚才讲过的对吧 那你可能会觉得 我既然 他们的收入 是 这个 第一差不了太多 第二 就算是在公司里面 做这个 生意 哎 那我在个人名下 跟在公司里面最终交的税相比 公司里面 还比在个人名下反而交的要多一些 那我为什么要在公司里面去做生意呢 这个理由在哪里呢 尤其是在公司里面做被动 被动的投资 那比在个人名下 那比在个人名下还要高了4.4% 那我何必开公司呢 我就在个人名下做不行吗 这个理由 这个理由是这样 首先 我们来看 在公司里面 做积极的生意的收入 如果你的生意做的不是很大 那你的 英纳税收入在50万以下部分的时候呢 你在公司里面交的税只有12.2 对吧 好 那你在公司里面做这个生意 你只需要交12.2的公司税 剩下的钱就留在公司里面了 你可以放在公司里面 扩大再生产 你也可以就直接放在公司里面投资 那 你留在公司里的钱是不是就更多了 对吧 那你放在个人名下做的话呢 你要交的税是53.53 所以放在公司里面 如果是做进行的是积极生意的收入 你可以给自己 多 剩下百分之四十几的税 放在百分之四十几的这个钱 留存收益放在公司里面投资 那当然是有好处的 对吧 因为你可以用更多的钱 可以用钱去生钱嘛 是不是 好 那么 如果你在公司里做的积极生意的 投资 是赚的 是做的是 你赚的钱超过了50万了 那是26.5的税 同样跟53.53来相比的话 也是不合算的嘛 你不是已经省了 也省了百分之二十几 对不对 多了百分之二十几的钱留在公司里面 OK 那在公司里面进行被动投资呢 虽然 是50.17的税 省的并不多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很关键的是 尽管在公司里面 被动投资 当时交了50.17的税 当年交了这么多 但是有30.67是可以退回来的呀 对吧 但是你如果在个人名下 赚同样这笔收入 53.53 交走了以后就永远的交走了 就永远交到税务局了 就不会 没有可能再退回来了 OK 所以呢 在公司里面 来进行投资呢 最主要的就是有这个好处 因为公司税这个层面呢 它是要比个人税要更低的 你唯一的 在公司里面去做生意不合算的 就是没有必要的 就是说如果说 你在公司里面交到公司税以后的钱 你个人当年必须 自己要通过分红的方式 发到个人名下去 必须要自己花变成个人的收入 那你就不得已 当年马上就要分红 又要交分红的税 那么这个收入到了个人名下去 你就比在个人名下做生意 还要稍微要高一点了 那你就不合算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当年不给自己分红 放在公司里面做生意是合算的 那 怎么什么时候再给自己分红呢 等到有一天 你个人名下的收入降低了 你需要 个人名下需要更多的收入的时候 用于自己消费的时候 比如说 你有一天退休了 你的个人收入已经降到了 只有5万块钱了 这个时候公司呢 慢慢的给自己分红 比如说公司当年给自己分红 只分2万块钱 那么 你要交的税呢 在个人 因为你个人的收入降低了 你个人分红的编辑税率呢 也大大的降低了 对吧 所以呢 那么你要交的总税率呢 也会大大的降低 对吧 我们一个看 你看 你交了12.2的公司税的钱 对吧 如果你当年分红 你是最高边际税率 要交47.74的 分红的税 但是 如果你退休以后 你的收入降到 只有5万块钱了 这个时候你再给自己分红 你个人名下分红的税 就降到了24.28 那么 公司税跟个人税加在一起 你实际上要交的税就只有30.01 那么 跟你 在个人名下做生意 相比的话 你可以省掉多少税 你可以省掉23.53%的税 对吧 那么如果你收到的是合格的股息的话呢 同样的公司交了26.55 等到你退休以后 你再要交的税只有6.39了 你的综合税率只有31.2 跟你当年在个人名下做生意相比了 降了多少 也降了22% 对不对 那 你如果是做被动 投资 对吧 你分红的时候 有30.67退到了公司里面 然后呢 如果你 等你退休以后 收入降到5万块钱 再给自己 分红的时候 那么你的税率是20.28 那么你的综合税率也只有35.83 他依然比 当年你就在个人名下做生意 少了多少 少了18%左右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今天给大家详细的 就是 要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讲透 就是告诉大家 到底 在公司里面 做生意 是怎样通过 延税 来实现 减税的功能的 OK 因为总有人 来 不少听众 经常会来问我说 我为什么 有必要在公司里面 来做生意 这个呢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解释清楚的 我只有通过这个例子的方式 才能够让大家比较透彻的明白 这个 理由在哪里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来讲一下 怎样通过 平滑 个人 收入 来减税 就是 这个呢 就是 还是讲的 当你是CCPC的股东的时候 你是可以决定 你作为股东 你是可以决定 每年到底 从公司里面给自己发多少钱 在自己名下的 对吧 那如果你是打工的 你是没有办法决定的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看啊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的是 这个人 这个 CCPC的股东 他给自己每年 这五年中间 每年都给自己发15万的收入 平均一模一样的 那么呢 咱们就假定 他是个人税每年交的都一样的 我们就忽略了这个税率的变化 所以呢 五年下来呢 他一共从公司里面 发了75万的工资 交的 个人所得税是22万5000多 那么税后收入呢 是52万4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这个 股东呢 他觉得哎 我家里 平时根本用不了15万 我每年给自己发45,000的工资 我就够我们家里的开销了 因为我太太可能还有一份收入 对吧 所以呢 他前四年都给自己只发45,000的工资 等到第五年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哎呀 我要换一个大房子 我没有钱来付这个房子的首付 找公司挪用钱 是不可以的 是会有很严重的税务后果的 这个上次讲座我讲过 那他不得已呢 第五年给自己一口气就发了57万的工资 那么 这样就把他的边际税率呢 突然 最后一年打得很高 那么他要交的个人所的税呢 是26万6 好嘛 这五年下来 他同样是从公司也拿了75万的工资 那么他交的税款呢 就变成了29万一 他实际上落了自己的口袋里的钱 就只有45万8 所以 第1种方法 他把他的个人的收入平均到每一年 和第2种方法 前面发的工资很少 某一年突然收入很高 来相比呢 他给自己呢 节省的税款有6万5千多块钱 也就是 税后的收入 可以自己花的收入 第1种方法 就比第2种方法多了6万5千块钱 那么这个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 作为CCPC的股东 我们一定呢 要好好的筹划 到底 有多少钱 应该放到公司里面 有多少钱 应该放到个人名下的纳税 那么 你要考量的是哪一些因素呢 当你来决定 这个给自己 发多少收入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啊 首先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table呢 是 我们 这个 个人名下的收入的一个税表 我们可以看到 7万8 当你个人名下的收入 7万8的时候呢 这个税率呢 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首先呢 我们要 利用了 你的 这个税表下面的税表上面的比较低的 这个税节 这一节 一定要给自己充分把这一块呢 利用起来 就是说给自己 至少要 发给自己 或者发4万8 或者给自己发7万8的收入 OK 那到底你要 考量哪些因素呢 首先是个人和公司的税率 对吧 公司税率 刚才前面你讲的很多了 12.2 26.5 被动的是50.17 那个人的收入呢 个人的税率是一个累进税制 所以呢 你有些钱 你放在公司的名下 你比如说你公司的生意做的比较好 你公司里面 收入已经高 已经 到了50万以上去了 积极的生意收入 那你放在公司里面钱也要交26.5的税 那你不如给自己有时候不如给自己多发一点 对吧 还有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本来就是进行的被动投资的 你收入放在公司里面你同样要交50.17的税 对吧 那你还不如在个人名在个人需要钱的时候还不如多发点发的个人名下去 OK 这是第一个要考量的 然后就是公司目前和今后的盈利水平 一般情况下呢是 公司 做的越成功赚的钱越多 或者你预计公司 的事业 这个生意是蒸蒸日上 今后赚的钱会越来越多 那你给自己现在发的工资也要越来越多 OK 我们 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使 自己和 家里的人 生活的更好 对吧 我们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 啊 就是把钱留在公司里面 也不是为了就是说 尽可能多的省税 我们首先的第一要务是让我们生活更好 所以呢 当你公司赚钱水平比较高的时候呢 你 应该把钱呢 给自己名下多放一些钱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提高你们家里的整体的生活水平 比如说 买 这个人名下交过个人税以后的钱才能用于这些个人消费 你是不能够拿公司的钱来进行个人消费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呢是大家要考量的第2个因素啊 公司的目前和今后的盈利水平 像我的一般情况下我的客户就是公司做得比较好的 一年收入如果是能够到 50万左右或者50万以上的 每年给自己名下做的收入一般都至少有20多万 这是至少的OK因为他 要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能跟得上他的收入的水平 对不对 这就是当前家庭开支水平 你给自己发的工资呢 发的收入呢 最好能够支付交了税以后能够支付你家里的日常开销 OK 你不能说 我 就是 自己因为自己名下还有些存款 那我就先把自己名下的存款都用吧 而为了少交税呢 每年给自己发工资只发一万多块钱 或者是发两三万块钱 那这样出现的问题就是有一天你把你个人名下的存款用光的时候 你真的想换一个大房子 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没有钱了 你需要一大笔钱 你得一次性的成公司套很大笔钱出来 那你不要交很高的税 还有就是 夫妻两个人名下已有的收入 OK 比如说你们名下本身你们两个就有全职工作 收入每个人都有都到了七八万或者上十万了 那其实你们家庭的开销也基本上够了 那你从公司拿钱的就可以少了一些 对吧 还有个人名下已经有的资产的数额 那如果你个人名下资产本来就已经比较大了 你要换大房子 小孩上私校 或者说是怎么样 你都其实个人名下的万一有这些 需求的时候你个人名下的资产已经足够 可以用于这些开销了 那你在公司里面就没有必要每年去拿个 20多万了 你可能就拿 仅够你们家 日常的这种开销的钱就够了 所以呢这个也是要考量的因素 这就是今后可能需要进行的大众消费 就像我上面组的举的那个例子 如果你预计到你今后 要换一个大房子 或者你几年以后小孩结婚 你要给他几十万做房子的首付买房 那你钱都在公司里面的话 你现在就要开始提前筹划 逐年逐年的把钱从公司里面多拿一点拿出来 这就是预计你的退休年龄和退休以后的收入状况 那如果说你隔退休已经不远了 你觉得你退休以后 个人名下的收入呢 会 个人名下和公司的收入可能会大幅降低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你也可以不用马上给自己名下做很高的收入 因为你退休 以后 收入降低了 你可以慢慢从公司里面拿钱 这样你交的税呢 可能会更少 所以 怎样平滑个人收入来减税呢 要综合考虑这所有这些因素 好 第三个我们来讲一下 怎样透过收入分摊来减税 前面讲的 这个平滑收入是指的 一个人 单个人 你自己 现在跟将来不同的年份 来把你的收入平滑 进行平滑处理来降税 那我这个讲的呢 收入分摊呢 是指的在你家里不同家庭成员之间 来平滑收入 来降税 OK 好我们看个例子 这个先生 在收入分摊以前 他们家的这个 生意呢 这个丰宏收入全在先生名下 那先生的一年就拿了30万的丰宏收入 那他应该交的税呢是10万块钱 实际税率是33% 如果能够把先生名下的 这个30万的收入分派分摊在先生太太跟儿子名下的话 那么他每个人要交的税 只有一万四 这个税率呢就降到了14% 你看 通过收入的分摊 可以使他们家庭 这个整个的收入呢 降了19% 对吧 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 2017年 私有公司税改以后呢 对这个收入分摊呢 加了一些限制条件 有了一个我们新的 偷税 规则 这个偷税是 Tax on Splitting Income OK 这个新的偷税规则 如果是 私用的话 就刚才我们想做的这个收入分摊 如果是 这个公司里面 先生其实他是 一个人干活 他是 我们说这是一个服务行业 比如说 这先生是一个牙医 其实呢 他是 一个人干活 太太跟孩子呢 他都是不参与工作的 太太跟孩子 只是他这个公司的 股东 每个人持股三分之一 OK 在2017年税改以前呢 前面刚才说的那个收入分摊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税改以后 如果太太跟儿子 每周工作的时间 在这个牙医诊所里面 少于全职20个小时的话 那怎么办呢 如果说 这个公司还是给太太跟儿子每个人分红10万 那对不起 太太跟儿子收到的10万的分红要按到最高编辑水率来上税 47.74 他先生还是按照他自己的税率来上税 所以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呢 会是他们全家的实际税率的到了36.5 OK 这呢就比 30万放在先生一个人名下要交的税还多 所以呢 这个2017年的税改呢就是为了 来阻止 这种 小公司的私有公司的这个股东 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分摊来降税 好 那 在什么情况下 还是可以利用这个收入分摊来降税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这个股东他是最主要的 股东 他是最主要的拥有这个生意的人干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说的是服务行业和专业人士公司 professional 或者是走进行服务行业的 那么呢 他 持有的是class A的股份 voting share 他们的家庭成员呢可以持有class B的 share 那么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还依然可以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收 收入分摊来降税 一个是 这个 生意组 大于65岁了 他可以与他的配偶进行收入分摊 没有问题 或者是 在当年或是过去的任何五年 他18岁以上的家庭成员 每周至少为这个公司的生意工作20个小时以上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依然可以给他的 这个18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分红 来实现收入的分摊 好 这个TOSI 规则呢是非常复杂的 我这里讲的是最简单的哈就是服务行业和专业人士公司其他的还有些更更复杂的规定 在这里就不多说 好下面一个呢我们来讲 怎么设立控股公司 一般情况下在收入 在公司 生意开始做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是这样一种最简单的方式 比如说A跟C两个股东 他们两个人合伙来 做一个生意 开了一个营营公司 每个人持股50% 好当生意做到一定的程度 他们开始赚钱以后 我们往往会做成这么一个架构 就是说呢 在A跟C个人股东之间呢 我们会要架一个holding公司进去 那为什么我们要架一个holding公司进去了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好 我们看看如果在最简单的架构的情况下 他们两个人 个人 持有这个营营公司的股份 这是最简单的架构 如果这个营营公司里面赚了钱 一年一年的 流存收益 有比较多的流存收益累积进来 他们其实是 在这个公司的营营中间是用不了的 对吧 那这个流存收益如果放在公司里面 一直不分红的话 万一这个公司 因为经营方面的问题被别人告了 那这公司里面这些不用的现金呢 就有可能会被债主债权人给追走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 这里面多的现金呢就不能放在营营公司 因为是有风险的 那不放营营公司怎么办呢 那就必须给他们封红分到个人名下去 好了 这两个AC他们两个股东 只要从营营公司个人拿到封红的时候 他们都马上在个人名下都是要上税的 那么A跟C呢 他们两个人可能个人名下还有其他的收入 他们两个人的 编辑税率不同 A呢他说我不想拿这个封红 我就想放到公司里面 而C说呢 我想要拿封红 那么这两个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呢 那这个封红到底分还是不分呢 所以呢 这就会出现 这么两个问题 好 那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我们就把这个控股公司 架进来了 把控股公司架进来呢 主要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营营公司不用的钱 可以免税的封红分到他们的控股公司去 也就是说他只要是不用的钱就分到他们各自的控股公司 每个人分50% 那控股公司接到这个封红的时候呢 在这一个层面呢是不用上税的 这是第一点 OK 好 那么呢这营营公司不用的现金 就相当于就在放到他们各自的控股公司保护起来了 营营公司 被人告的时候 这些钱也不会被追走 这是第一点好处 第二个呢 A跟C他们两个人的意见不是不一致吗 对吧 那么封红分到他们各自的营营公司去以后呢 A跟C他们如果想给自己封红就给自己分 不给自己封红可以不给自己分 他们可以放在各自的营营公司 自己想做什么投资就做什么投资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呢就有了自己的 主动权了自己的任意决定权了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所有的生意 当你 做的比较成功 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呢 我们都会 要嫁一个控股公司进去 好那么我们 更加复杂点结构就是 我们各自的家庭 你看A跟B他们是一对夫妻 C跟D是夫妻对吧 他们各自的家庭有先成立自己的控股公司 然后呢 他们呢 做任何投资都是以自己控股公司的名义去下面 再去嫁营营公司投资 他们即使要跟别人合作 也是通过控股公司 作为股东入股 他们合作的营营公司来进行投资 OK 那如果说本来是一个两层的这种简单的架构 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三层的架构 把这个控股公司放进去了 有两种方法 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营营公司 他的ACB 就是他的成本是一块钱 就相当于是一分 就不值钱了 现在的他的市场价值是100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要把一个控股公司 架到股东跟营营公司之间去 就相当于是这个个人股东 他要把他的 营营公司转给这个控股公司 对不对 那有两种方法 一种的就是 个人直接将他的营营公司 卖给他自己的控股公司 因为是卖 就有一个资本增值 那么他这个营营公司的成本是一块钱 现在的市场价值是100万 那么这个个人股东 就要为这100万的资本增值要交税 那当然 没有人愿意交这个税 对不对 马上交交税谁愿意呢 正因为如此 税务局意识到 你这一个交易 实际上是个人 卖给个人 自己卖给自己 自己把自己的营营公司 卖给自己的控股公司 对不对 他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相当于是个 artificial transaction 所以呢税务局就 出了一个条款 叫做section 85 这个条款说呢 当你把自己的 营营公司 转到自己的控股公司下面去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税法的条款 允许你以一个成本价 不用现在交税的 转到自己的名下去 我们叫做roll over OK 可以以成本价roll over 到你的控股名上 名下去 现在呢 可以不用交税 我们叫做 可以延税 defer tax OK 什么时候交税呢 等到有一天 控股公司 把营营公司 真正的卖掉的时候 或者是股东 过世的时候 咱们才需要交税 所以呢 通过section 85 roll over呢 我们就成功的吧 控股公司 驾到了 个人股东跟营营公司之间 而又不用交税 我们是这样做的哈 当然这个section 85roll over 会有一个几千块钱的费用 OK好 下面一个话题 前面讲过了 当你在公司做积极的生意的时候 50万以下的因纳税收入 你的税率如果是安省的话 是只要交12.2的优惠税率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尽可能多的 能利用这个12.2的小生意的优惠税率呢 我们是不是最好每一个公司都有一个12.2的优惠税率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呢 并不是说 你一定每一个公司都有一个12.2的优惠税率的 我们看看 如果 你的两个公司或者多家公司 他被税务局 根据税务局的税法被定义成 关联公司 也就是associated corporation的话呢 那么他这几家公司共享一个50万的 小生意的这个优惠税率的额度 OK 我们看看 有这么一些情况下 他们 公司 这几个公司变成了associated corporation 你看 如果公司 持有公司 B 50%以上的 这个有投票权的 股票 我们就说A跟B他们两个人是associated 那么他们两个人只能共享一个50万的 这个 优惠税率的额度 第二种 你看 个人 A这个个人 跟这个 A公司 他们这两个实体同时持有B跟C公司 他们持有他一样的股份 也就是B跟C他们的股东都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 B跟C 就变成了associated 他们B跟C他们只能享有一个 50万的额度了 好 第三种情况 A持有A公司100%的股份 那么A的儿子呢 持有B公司51%的股份 同时A交叉持有B公司25%的股份 在这种情况下 A跟B 也关联起来了 也只能够享有一个 50万的额度 OK 所以大家要注意很关键的一个是 持有股份大于50% 一个是呢 要达到25% 也就是说 关联人之间交叉持股大于25%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四种情况 A持有A公司100% A的 兄弟 和A的 太太 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 持有B公司大于了50%的股份 然后A呢 他又交叉持股持有B20%的股份 这呢也把A跟B变成了associated 最后一个看看啊 A 跟A的太太加在一起 持有C公司75%的股份 A的儿子 跟他的太太持有B公司100%的股份 同时A的儿子又持有 C公司20%的股份 那么这样呢就把B跟C也给他关联起来了 那么这个关联怎么解开呢 这个25 不要到25 25以下 如果这个 A的儿子持有C公司25以下 他应该就没有关联了 所以的话呢 这种也变成了关联公司 那么B跟C他只能享受 一个50万的小生意的 优惠的额度 好看了前面这些东西以后呢 那么我们最常 见的就是 先生跟太太他们都有自己的公司 那么我们强烈建议呢 太太他有他自己的 控股公司 他有自己的营营公司 先生他也有自己的控股公司 营营公司 他们两个人交叉持股 一定要小于25% 那就变成了 太太的这一串公司 有一个50万的 小生意的 税率的 优惠的额度 先生的这一串公司呢 也有一个50万的额度 OK 那如果你变成了 如果你先生跟太太 所有的公司 他们两个人都是联名持有 那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 所有的公司 就只有50万 所以呢通过 这种各自拥有自己的公司 那就可以 我们可以就是可以 double 这个12.2的小生意的 税率的额度 同样的 妈妈跟儿子 对吧 什么 这个 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不要一家人关联人之间来进行这种交叉持股 好 那 既然 前面讲了 两个人不要交叉持股 对不对 那就有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你看 本身呢 这个生意是在先生一个人名下做的 先生呢 这举个例子 先生呢 他在自己名下的 这公司呢 他其实每年有80万的 因纳税 因纳税的收入 先生了解到说 我这个公司有一个50万的 小生意的额度 如果我的太太名下也成立他自己的公司 那他也有一个50万的小生意的额度 那我不是把这80万可以批成两半 我们两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50万 那我不都可以享受12.2的约会税率了吗 所以呢 他就让太太成立了太太自己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 先生的这80万的 这个收入呢 就有30万的就作为服务费 或者任何什么样的一个 明目的东西啊 就把他 付给了太太的公司 那先生的公司就作为 费用来抵税了 太太的公司就作为收入 转到太太名下上税 那他们的想法是 那先生不就变成了50万了吗 可以享受12.2的约会税率 太太不就变成了30万了吗 也可以享用 对不对 对不起 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税务局专门有一个条款 叫做specific 好像是特定的 这个什么 英抗收入 也就是说 如果太太的公司 他是从他的观念人 先生他的观念人 从他的观念人 的公司 挣得的收入 只要是 大于了 10% 那么 对不起 就是 除非 这个先生的公司 把这30万的额度给太太用 那先生就变成只有20万了 否则的话呢 那是不可以的 就是不可以他们两个人一个人50万的 这是不可以的 对吧 所以的话 就是这种方式 是行不通的 大家要注意 OK 下面讲一下 怎样使用CCPC股份转让了资本增值的免税额 前面已经提过 关于CCPC的税务上的优惠 一个是 12.2的优惠税率 另外一个是 每个就居民有一个91万的免税额 我们看看怎么来符合条件 首先公司必须是CCPC 每个加拿大税务居民一生 一个被一辈子 一共有个91万的免税额 你可以不要一次秀 你可以说我今天转让这个公司 我用了30万 隔一段时间隔几年我转另外一个公司 又用20万 你加在一起一个人只有91万的免税额 这个是根据 通胀率每年税务局调整的 目前是91万 它有这么几个条件要满足 一个是出售公司股份的时候 一定要90%以上的资产是用于积极的生意的 然后出售前 股东必须连续持有两年的公司的股份 并且 这两年中间 50%以上市场价值的资产是用于积极生意的 这两个条件 绝大部分的公司都是满足不了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像 房地产经济 或者说是医生 律师这些 这些服务行业 当你赚了钱以后 你这钱其实在公司里面 除非你把它都分红分出去 否则的话 钱在公司里面你都会做什么呢 你都会做被动投资 比如说 你会买投资房 你会买保险 你会买这个 股票基金债券 这些全都是被动的 都不属于 用于积极生意的 OK 所以呢 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其实是 比较难的 尤其是 出售股份时 要大于90%的资产 都是用于积极生意 这是比较难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必须是个人股东 或者是个人信托 出售公司股份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holding 公司 把你的银印公司的股份 出售掉了 虽然你的银印公司 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必须是个人股东 或者是信托 出售公司的股份 OK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第二点 还有第三点 当别人来买你的 生意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买家 他不愿意买股份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公司的 股份 公司里面有什么负债呀 或者怎么样的 或者有什么法律诉讼 他更愿意去买资产 所以呢 基于这几点 其实呢 这个91万的 免税额呢 绝大部分人其实都是 使用不了的 当然 也是 在某些情况下呢 也是可以 使用的 那怎么样 能够 这个 能够 更好的来使用这个91万的免税额呢 我们呢 有这么几种方法 一个是公司的股份呢 你可以发行给多个家庭 或者是家族信托 多个家人 因为每个人有91万的免税额 如果你通过家族信托持有的话呢 这个信托的受益人可以是 你们家的好些人 好几个人 对吧 所以每个人呢 万一公司股份转账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用91万的免税额 第二个呢 贵呢 贵呢 是 有买家的时候 你这个公司的股份 出售的时候 随时能符合 使用这个91万免税额的条件 那你就要不断的将 不符合条件的被动资产 要不断的清除去 清除到公司以外去 这样任何时候有人买的时候呢 你都能够使用这个91万免税额 再就是 第三个呢在适当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有 提前来将91万的免税额可以用掉 当你 这个公司在符合条件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做一些 重组 来把这个91万的免税额 先用掉 来抬高你的股份的这个成本 等到你今后 卖股份的时候 那你这个91万 成本抬高了就相当于是免税了 来我们看看怎样提前使用CCPC股份 91万免税额 我们以刚才同样这个例子 我们这营印公司 价值是 成本是1块钱 现在价值100万加币 OK 那现在目前 这个公司是符合 使用91万免税额的条件的 那我们怎么样来提前使用这91万免税额呢 第一种方式 这个个人 他先成立个空股公司 他个人将他的这个营印公司 给他卖给他的空股公司去 那么在卖给他空股公司去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公司是符合使用91万的免税额的条件的 所以有91万呢 就可以免税 只有9万的资本增值呢 需要上税 那么 这样的结果呢 就变成了 控股公司 当你持有这个营印公司的时候 OK 然后呢 那么这个ACB 不好意思 这个ACB呢就变成了是 这个ACB呢就变成了是 91万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地方要改一下 不好意思 就这个地方 我这 右边这个图 这个下面的营印公司 这个ACB应该不是一块钱 应该是91万了 就是90 100万 91万免税 9万资本增值上税 OK不对 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个ACB应该是 100万 因为他是以100万卖了 第一种情况下这个ACB是100万 不好意思这个地方改一下 是第一种方式 那么第2个方式呢是 使用 Section 85 选择 可以选择一个卖价 那我就选择以91万来卖掉 然后呢 这个9万的资本增值呢以后再上税 现在就不用上税 这是第2种方法 那么在第2种方法情况下呢 这个ACB呢 就应该是 90 就应该是91万 所以这个图呢 第1种方法下 ACB的是 应该是 100万 第2种应该是91万 这个地方改一下不好意思 所以呢这个是提前使用CCPC股份91万的免税额是这样来的 好下面来讲一下转让公司股份怎样可以少交税 我们用一个案例来讲一下 Merry持有一个小公司的股份 那么它的成本是1块钱 就是当时成立的时候是不值钱的 现在呢它的市场价值是100万 那这个公司呢 它是不符合使用91万CCPC股份转让资本增值买免税额的条件的 那么Merry呢 想将公司的股份呢转让给儿子 我们想 问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可以少上税 OK 好 首先 Merry呢它必须是以100万的市场价值将股份 要卖给儿子 OK 你不能够说是以1块钱送 这是不可以的 税务就上税的交税的时候 要你交税的时候一定是以fair market value 要你交税的 首先它必须是卖给儿子 然后呢 那儿子呢 他们做一个合同 说儿子的分5年付款 但是儿子肯定是没有钱的对不对 儿子如果没有钱的话呢 他可以使用一个promissor note 其实就是一个借条的意思 OK 可以用借条 首先说我欠着钱 然后呢 Merry呢5年中的每年 他就 需要为20万的资本增值纳税 所以呢 这个叫做capital game reserve 那么在一般情况下的capital game reserve 最适合的就是这种股份的 转让转让给自己家里的人 那么这个资本增值呢 最多只能够 分5年纳税 你不能够说我reserve10年 不可以就最多是5年纳税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呢 本来Merry当年要为100万的资本增值上税的 现在变成了每年只为20万的资本增值纳税 那么20万的一半是不上税的 所以Merry呢每年就只有10万的收入 那么就可以把他边际税率降到 比较低降到百分之二十几去 OK 所以呢这个呢是 实际上是通过 啊 将资本增值平摊在5年纳税 来实现了少交税 怎样将公司里面的钱少交税的拿出来 这个呢 是 这几年 啊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方法 叫做Service Dripping 从27年 从17年税改的时候呢 联邦政府就一直说啊 这个方法太激进了 我们要把它取消掉取消掉 一直到今年的啊 今年才出台 3月份才出台的这个联邦 预算呢 也依然还没有取消掉 所以呢 我们依然现在还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啊 就Service Dripping 我自己呢前年也用这个方法 从公司里套了一些钱出来哈 那么什么情况下应该用这个Service Dripping呢 就是你公司里面的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流存收益 OK 那你公司流存收益积累以后呢 你毕竟你赚的钱 每年给自己分红 如果分太多的话 你要交多少税 如果是不合格的股息 要交47.74的税 对吧 如果是合格的股息 是叫30 39.34的税 那呢 你 为了 把公司里的钱 一次性的拿很多钱出来 你又不想交这么高的税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用Service Dripping 来把本来要 封红 按照封红交的税呢 把它按照资本增值来交税 这样的话呢 可以给自己节省很多的税款 你看最多可以节省21%的税款 那么举个例子哈 COM是个牙医 他平均每年净收入50万 都放入了他的公司 交完公司税以后呢 他每年给自己封红 23万 经过10年的辛苦工作和投资 他的公司里面已经积累了400万的牛存收益 这一年他儿子要结婚 他希望从公司里面拿出100万送给儿子买房 那么怎么样 可以少交税 我们刚讲过 这100万 实际上正常的情况要拿出来了 他要按照 这个 不合格的股息 最高边际税率47.74 来交税 但是通过做Service Dripping呢 我们就把封红收入呢 转成了资本增值 这100万的资本增值 有一半是免税的 要交税的一半呢 按照最高边际税率53.53交税 他只需要交26.7 6万的税 所以呢可以给他节省21万的税款 这就是Service Dripping OK 大家如果是公司里面有很多牛存收益 想一次性的 拿个什么 100万 200万 甚至几百万出来的 就最好是用这种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还是有成本的话 成本还不低 至少应该是 要取决于你找哪个公司做了 至少都得是一两万块钱的 费用 有的公司可能还要收到三四万的费用 所以的话呢 交同样的钱做一次 你拿出来的钱越多 你越合算 所以 寸这个Service Dripping 还没有被 联邦政府取消 所以大家尽快早点做 好下面一个呢 换持小公司股份 怎样可以延税 首先是必须持有该公司股份 至少六个月 股份持有期间 该公司必须符合 积极经营小公司的定义 就是90%的资产 是要用 积极的 积极营印的 运作的 该公司和观念公司总资产 要低于5000万加币 必须在 处置股份的当年或者下一年的4月30号 以前购买新的股份 这个呢 我有一个客人用过这个 他呢是 用的小公司买了一个 Hotel 好像是一个什么 叫什么 Quality Inn 在这个机场附近 然后买了 买了大概 一年多两年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股份 公司的股份卖了 卖了以后呢 他又在一年之内买了另外一个 Hotel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可以 就是说 在卖第一个公司的股份的时候 他可以先不缴税 可以延税 换持资产怎样可以延税 这个呢就是 公司在储置旧资产 购 购置新资产的时候 资本增值跟recapture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延税 首先我们分成 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 如果是你自己主动 处置的 只限于用于生意的 资本资产 你要是 处置股份和你的 出租物业 是不算的 那新的资产的必须在 处置资产的会计年度 结束以后的一年 以内 购置 才可以 你 譬如说你 处置你的仓库 是可以的 你的写字楼 你自用的 用用于自己的生意的 这个是可以的 一年之内购置就可以 那么如果是被动 处置的 适用于所有资产 只不包括股份 那新的资产必须在 处置资产的快捷年度 结束以后的 两年里内 购置 OK 好 我们再讲一下 转入海外收入 可以怎么样的 少交税 这对我们的很多 新移民的 客户呢 其实是非常有 有用的方法 我有些客人也在用 所以我们看看 如果 你在 中国有一家公司 他是进行 做生意的 比如说你做贸易的 做进出口的 或者是 制造业 什么都可以 那 你作为 你作为一个移民的加拿大的 股东 你变成了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这时候 中国的公司在交完公司税以后 他要把钱分给你的时候 只能 作为 工资和分红的方式 分给你 不管是中国公司给你的工资 还是中国公司给你的分红 都是百分之百 要在加拿大 作为你个人的 收入赏税的 所以是非常不可算的 那怎么办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呢是 你在加拿大 成立一家 控股公司 然后呢 你把 中国公司作为控股公司的 子公司 你加拿大的控股公司 如果持有 中国公司大于 10%的股份 的话呢 那么中国的公司 在交完 中国的公司税以后 根基中加税务协定 他在给你加拿大的 控股公司 分红的时候呢 中国方面 只应该 扣你10%的预扣税 而加拿大的公司 在收到 从中国公司 来的分红的时候呢 是完全免税的 也就是说 在加拿大控股公司层面 你是不用交税的 只有在控股公司 分红分给 个人股东的时候 才需要纳税 那当然 你分红分给个人股东 同时只有 你个人缺钱没钱花的时候 你才去分红 对不对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可以把中国 公司的收入呢 就是交了中国公司税 交了百分之四的 预护税以后的钱 免税的 拿到加拿大的控股公司 你可以加拿大的控股公司 再做生意 再投资 都可以 OK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呢 据说呢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你必须跑到中国去说 把中国公司的股东 从你个人改成加拿大的控股公司 这是第一种方法 做的人呢不是很多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是比较容易的方法 那我有好几个客户都 用了这种方法在做 同样的加拿大的股东 有一个中国公司 怎么办呢 你在加拿大 同样你自己可以成立一个 加拿大的公司 那你中国公司呢 可以给加拿大的公司 用服务费的方式 来支付给加拿大的公司 这个费用 那么不管你是叫服务费也好 还是叫什么咨询费也好 还是叫什么市场推广费也好 都可以中国 作为中国公司的费用来抵税的 然后呢 这些费用在加拿大的 就作为加拿大的公司要纳税 那加拿大的公司呢 刚才说呢 如果是50万以下的 积极的经营的收入呢 那他的税率在安省只有12.2 你交那12.2的公司税的钱呢 你就在留在加拿大的公司里面 你可以做各种投资 OK 你可以做各种投资 买房子 买股票 买保险都可以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在加拿大的公司 买封红保险 这个待会要讲的 税务上最优惠的方式 那只有加拿大的公司 给你个人股东 分红的时候 或者发工资的时候 你才需要在个人立下上税 OK 好 那么这个呢 架构呢 是比较容易做的一个架构 那唯一你要注意的 就是一个transfer pricing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到底中国的公司 到底是 以什么样的价格 来支付加拿大的公司 服务费 或者说是卖货给加拿大的公司 中国公司到底要向加拿大 收多少 这个卖货的成本 这个呢 就是 中国的税务局 或者加拿大的税务局 都会 可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中国方面呢 他怕你把利润呢 把它 过多的利润转到了加拿大 而加拿大呢 又怕你把过多的利润 留在了中国 所以这个呢 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OK 公司里面赚了钱 我上一节课讲过 你不能够说 随便的挪用 给股东自己用 如果你把公司的钱 第一年找公司借的钱 在第二年年末之前 还不还回公司的话 就会被当成股东福利 要你在股东名下纳税 同时不让作为公司的收入 不让作为公司的支出去抵税 这势必会造成被双重征税 对不对 好 那既然 股东不能够随便挪用公司的钱 给自己 封鸿发工资太多 又在观众名下交太多的税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应该呢 在公司里面用公司的钱 为股东去谋福利 好 有这么几种方式可以谋福利 第一个是团体保险 第二个是健康保险 它都可以作为公司的费用来抵税 那么他们的共同点呢 都是就是牙医 配眼镜 按摩 处方药 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cover的 这个呢 是这两种保险 当然这两种保险呢 因为是保险公司 它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所以呢 你交的保费 你譬如说你一年交个 一万块钱的保费进去 那它都是 希望你只花到五千块钱 或者六千块钱 绝对不会让你 花到 超过或者是接近一万块钱 否则的话呢 它第二年就要涨价 或者呢 它有各种限制措施 来限制你可以花那么多钱 所以呢 这是团体保险跟健康保险 它的缺点 那么呢 所以我比较推荐的是健康消费账户 它同样的是可以作为公司的费用抵税 但是呢 你可以呢 是时报时销的 就不会浪费钱 OK 不会让保险公司把钱赚去 那第四种呢 是封红投资金保险 它呢 是不可以作为公司的费用抵税的 但是最终呢 可以免掉封红 在个人股东名下要交的运纳税款 同时呢 它是可以用公司的钱 免为自己积累退休金的 OK 这是这么几种方式可以为股东谋福利 好 我这个地方呢 来先重点介绍一下健康消费账户 这个呢 是 首先 只有雇员 只有公司的雇员是可以用健康消费账户的 也就是说作为公司的股东 你如果不把自己 你如果不给自己发工资 只把自己给自己封红 那是不能够有用这个健康消费账户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当成雇员来发工资 即使这个雇员只有你们家里的人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呢 由雇主决定每个雇员的额度 你可以将钱呢 乘入这个 health spending account 那雇员呢 凭着发票呢 使报时销 全年没有用完的部分可以退个雇主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 你的雇员你可以分成 管理层 每年5000 一般的员工每年3000之类的 OK 那么可以报销的科目呢 涵盖所有的健康 牙医保险的科目 也就是说只要是税务局报税的时候 那个medical expense就是医药费 可以税务局可以允许你抵税的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用的 OK 都是可以用的 那么唯一不能用的基本上就是 你比如说你那个牙齿美容 美容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用的 孤牙应该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其实用可以用的科目是很多的 那你不能够这个健康消费账户呢 你必须要找一家公司去挂靠 去开户才行 你不能说啊 我自己就自己创立一个健康消费账户 这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找一个有资质的公司 到他那里去开一个健康消费账户 那我们呢去找了不同的公司 你比如说很大的公司 比如说Sunlife Manylife 他们也可以有这个健康消费账户 但他们的管理费呢很高 大概要到20%左右 OK 那么我们现在找到的一家卡尔加里的公司呢 你只需要 他只需要你支付5%加税的一个管理费 你就可以用这个健康消费账户 来报销费用了 那么呢 这个呢是可以作为公司的费用来抵税的 我们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好处 我举了个例子 假定这个人的边际税率是50% 如果你个人使用了1000块钱去看牙齿 你比如说去补牙齿 那呢 因为你的边际税率是50% 你如果在个人名下去支付这个钱呢 公司里面必须要给你发2000块钱的工资 你交了一半的税以后 你个人名下才有一块钱 1000块钱可以让你去看牙 对不对 但是 如果你有了这个健康消费账户的话呢 你这1000块钱去看了牙 个人实际上使用1000块钱 你就拿到公司里面去 在这个健康消费账户里面报销 公司需要出的钱 只是1000块钱 加上50%的管理费 再加上 安省 以安省为例 3%的HST 所以你公司要支出的 只是1056块5毛 那你就可以用这1000块钱去看牙了 所以是不是 非常的合算 对于你的公司来说 它可以作为费用抵消 非常的合算 所以我自己的公司 包括帮我的员工 我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是用的这个健康消费账户 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公司持有的这个人数保险 它到底是怎么样避税的 对于公司来说 对于公司的股东来说 我前面讲了这么多的方法 其实最好的股东避税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公司里面去买这种封红保险 OK 为什么呢 我们来说说 我们现在假定 CCPC股东都是安省居民 股东处于 就是个人边界税率最高档 我们看看 我们进行的是积极的生意的收入 50万以下部分呢 是12.2的公司税 26.5 50万以上分是26.5的公司税 当你在公司里面 用公司的钱买封红保险的时候 这公司税是逃不掉的 还是要上的 但是呢 你公司税交了以后 前面讲过 你分红分给个人名下 还要交 分红的税 对吧 这是不合格的股息 这是合格的股息 OK 那么通过我们买保险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分红的这个税呢 全部把它变成零 全部或者绝大部分变成零 这取决于你是多大年龄买的保险 还是你是什么状况 所以呢 最后就变成了 你这个钱拿出来 只需要交的就是公司税 个人民下的税 全部都可以不交 这是从一个层面来讲 公司买保险的好处 那么从公司股份传承的角度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公司买保险的好处 我们这也是以股东 我这里举了个例子 股东最高编辑税率 然后公司的股份呢 它的成本是零 然后呢 现在的市场价值是500万 这个公司呢 同时持有一个人寿保险 CDA呢 等于死亡赔付 也等于5个million 同时ACB是零 我们要就假定这个股东 他一文一分钱都没有投进去 成立来的公司 那么呢 他过市的时候 这公司价值500万 OK 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在加拿大 每个人走的时候 都要视同以你走的时候的 他走的那一年 这5个million要交74.5的税 最后留给小孩的只有2.17个million 那么这个是最糟糕的情况 被双重征税 对吧 那么但是 如果我们进行了一定的税务规划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5个million的税 降到26.77 也就是说呢 最后给孩子能留下3.66个million 这是没有保险的情况 好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引入了 分红保险 我们做了一个保险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做税务规划 又有两种情况 如果这个人过市的时候 他的太太还在 或者他的先生还在 他的配偶还在 OK 那呢 他写一个遗嘱说呢 我把我公司的股份 留给我的配偶 这个呢 时候呢 就有一个sponsor roll over 同时呢 再加上他又有保险 OK 那么这是最好最好的情况 他可以把 这5个million要交的税呢 降到为0 最后5个million呢 可以原封不动的 都留给他的孩子 都留给他的配偶 不是孩子 留给配偶 那如果说他的 配偶已经不在了 去世了 或者他呢 写一组说 我不要留给我的配偶 我留给我的孩子 这个时候就没有sponsor roll over 但是这个保险的cda呢 还是有的 OK 这个时候呢 5个million要交的税呢 就降到了13.38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有保险的情况 跟没有保险的情况相比 他的税率 要么降到了 一分都没有 要么呢 13.38跟26.77相比 也降到了只有一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呢 就是在公司股份 传承的时候呢 你如果把里面 加入了人寿保险 他能够给你带来的 税务上的好处 那当然 说到公司的买保险 不可避免的呢 我们要谈一下 公司保单 抵押贷款 IFA 因为在公司里面 买保险 做IFA呢 就更加有必要 而且我们现在 过去两年做的 公司保单呢 绝大部分人呢 都用了IFA 包括我自己 我们看 IFA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是 你先用公司的钱 给股东购买了 一份大额保险 多了一份保障 在 这两年 IFA的概念 非常 这个受欢迎以前了 我们公司的保单 也好 个人的保单也好 做的都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觉得 我有那个钱 我要作为公司的 引印资金来使用 我要买房子 买投资房 我没有那么多钱 去买这张保单 因为我不想 把这些钱 放到保单里面去 而我不能够 做别的投资 不能够扩大在经营 对不对 那么 有了IFA这个 概念以后呢 大家会发现 这个保单的灵活性 实在是太大了 其实我买一个保单 我根本不用 占用我买投资房的钱 也不用占用 我的引印资金 那我就愿意去 买这个保单了 对不对 实际上相当于是 借钱买了一份保单 所以的话呢 有了IFA以后呢 你就用公司的钱 首先呢 给股东购买了一份 大额保险 你就多了一份保障 然后呢 你马上可以把保费 借出来 用于公司 印印和投资 完全不影响 你公司的现金流 而且呢 贷款利息 还是可以抵税的 这样呢 你就 锁住了当前的保费 和被保人的身体状况 因为没有这个IFA 你可能现在不愿意再用你自己的钱 你根本都不会现在买保险 你有可能说 我哥呢 五年八年以后 我公司里面有更多的留存收益了 我再去买保险 对吧 那个时候呢 你的保费就更贵了 你的身体状况 可能已经不受保了 因为有了IFA 所以你就锁住了当前的保费 和被保人身体状况 那当然你通过 借钱买保险 就相当于借钱买保险 提高了保单的回报率 OK 所以呢 公司保单抵抵抵款 那就有这么几个好处 今天呢 我主要讲 以后的话呢 还会专门有时间再讲IFA的 好 下面一话题 我们讲讲 怎样来保留 更多的小 小生意的这个 50万的优惠的额度 这个呢 是因为私有公司 2017年的税改 出了一个新规定 他从 他说从2019年开始 当CCPC和其关联公司的 投资收入超过5万以后 每增加一块钱的投资收入 享受12.2的小生意 优惠税率的50万的额度呢 将要减少5% OK 当投资收入大到15万的时候呢 50万的额度将会全部没有 那么公司所有的 积极生意的收入 将按照26.5的税率来纳税 这个呢 安审和跟逼审 他在审里 没有这个FONO 这个联邦的这个规则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这张图表来表示 你看当公司的 被动投资收入 高于5万块钱的时候 你这个50万的 可以享受 12.2的优惠税率的额度 就开始呈现性来下降 现性来下降 对吧 前面讲的是 每增加一块钱 每增加一块钱 这个50万的额度 就降低5块钱 所以呢 当你的被动投资收入高于15万的时候 你所有的公司投资收入都要叫26.5的税了 公司的这个active business income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我们怎样能保留更多的small business 这个50万的额度呢 那我们当然我们肯定就是要降低公司里面的这个被动投资的收入 好 我们来举个例子 看看这个他降低是怎么样作用的 你一生在持捐业公司持有200万投资组合 2019年该投资获得了8万块钱投资收入 投资收益 对吧 所以呢 他2020年 可以享有的 享有12.2的小生意优惠税率的额度就变成了 8万减掉5万 乘以5就降低了15万 对吧 那么本来是50万减掉15万就只有35万了 是这么作用的 好 刚才说了 我们要降低CCPC里面的这个被动投资的收入 从而可以保留更多的这个50万的小生意的优惠税率的额度 那么怎么办呢 首先第一 优先考虑公司持有的分红投资性保险 当然 这个叫什么来着 万通式的保险也是可以的 但是万通式的保险因为 因为你要自己选择投资品种是有风险的 所以呢 我们一般做分红投资性保险做的比较多 那么呢 这个刚才讲了 其实对于有限公司的股东 公司里面有比较 有流程收益比较多的股东来说 这是最佳的一个避税的方式 因为你放到保单里的钱 它都是免税增长的 不会有任何投资收益出来 来影响你的50万的这个额度 第二 如果你公司持有出租房的话呢 你要最大化的提取折旧 将租金收入降得越低越好 因为租金收入 是属于被动投资收入 是影响你这个小生意的额度的 这就是 降低投资带来的利息和股息收入 投资于主要带来长期资本增值的产品 资本长期资本增值 那你没有卖的时候 没有实现的资本增值是不算收入的 好就算你实现了资本增值 也只有一半是要上税的 另外一半是不算收入的 OK 所以的话呢 也要投资于 待待长期资本增值的产品 这就是 发更多工资给个人股东 你比如说你这个 你马上要超过你这个 放在公司里面 做更多的投资 你要超过这个5万了 那你就降低你的公司里面这些做投资的钱 所以你就把那个 公司里面这些留存收益呢 就是说你可以更多的 发工资发给股东 或者分红分给股东也可以 那么呢 你可以在个人名下 去买RSP和免税储蓄账户 OK 这个是考虑给股东建立一个IP 这是Individual Pension Plan 那这个IP供的IP的钱呢 是作为公司的费用是可以抵税的 当然它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呢是成本比较高 第一个呢 它占用了你的RSP的空间 那实际上跟买RSP呢 就是基本上是类似的作用 这就是 用公司的名义做慈善捐款 那当然前提条件呢 是你要愿意去捐钱才行 这是这些方法可以采用 好 那么怎样少交税的实现公司的传承呢 我们来介绍这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遗产动机 你看我们当公司成立的时候 他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夫妻两个人做一个生意 他们持有盈因公司百分之百的普通股 OK 好 当这个生意做得比较成功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 他这个OPCO做得很好 然后呢 他已经是 本来是一文不值的 现在呢价值四百万了 那么这个夫妻两个人呢 他们呢觉得自己四百万已经够花了 他们希望呢 他们两个人第二个人过世的时候 这个公司的股份假定处值的增值 把它锁定到四百万为止 不要再增长了 因为他们到时候就只需要为四百万的这个资本增值来交税 他们两个人第二个人过世的时候 对吧 所以呢他们往往会在 譬如说 60岁左右的时候呢 他们就做一个遗产冬叠 就把他们持有这个OPCO的普通股 换成了价值四百万的优先股 OK 然后呢他们再成立一个信托 这个信托的受益呢 那是他们的两个孩子 还有他们孩子名下的空股 成立了一个空股公司 然后呢 由信托呢 去买了OPCO一百股的普通股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今后这个OPCO 他的增值全部通过信托 落到了他们的孩子名下 OK 举个例子 这父亲两个人第二个人过世的时候 这公司价值一千万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人依然只需要为四百万的资本增值上税 而那六百万的资本增值呢 就落到了通过信托 落到了孩子们的名下 他们两个人走的时候 就不需要为那六百万的资本增值上税 那么这个呢就是遗产冻结 OK 当然他们虽然做了这个架构 他们还依然可以保留 对这个信托和这个空股公司的控制权 他们可以作为信托的信托人来控制这个OPCO 也可以 他们的优先股 也可以是有投票权的优先股来控制OPCO 所以这是遗产冻结的最简单的一个架构 OK 对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通过写两种两两个遗嘱来实现这个扫交税 这主要是呢扫交遗产鉴定税鉴定费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父亲两个人第一个人过世的时候 把自己名下的资产公司的股份留给配偶 而不是直接留给孩子 OK 因为 留给配偶的时候 你可以成本价rollover当年是不用上税的 OK 我们来看看啊 马克是安省居民在他过世时 他的控股公司里面击论了价值400万的财富 包括投资房 股票 基金 债券 保险等等投资 那么他的太太 玛丽还健在 一个儿子已经成家 请问怎样传承公司资产可以少交税 那呢我们现在呢就讲的是最简单的这种方法 马克需要单独写一份遗嘱 将公司的股份留给太太 为什么我们叫做单独写一份遗嘱呢 因为他呢这一份遗嘱就是界定只要只写我的公司的股份留给太太 而另一份遗嘱呢他会写上我的个人名下的房产这个投资存款留给谁 而那一份遗嘱界定的东西呢是需要走遗产鉴定程序的 就要交遗产遗嘱鉴定费 而这一份单独的界定它是有公司股权的遗嘱呢是不用交遗产鉴定费的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呢可以 第一留给太太不用交增值税 第二也逃掉了遗产鉴定费 留给太太把公司的股份 那么他太太Mary呢 也需要单独写一份遗嘱 将公司的股份留给儿子 也就是说Mary等 马克过世以后 如果Mary接到了这个公司股份的话呢 那他呢应该呢 就是也是单独写一份遗嘱 可以逃掉遗产鉴定费 当然增值税这个时候是逃不掉的了 因为留给儿子的资产 他是要假定处置交增值税的 好的那么今天呢就是分享内容主要这些 你看我这个系列讲座呢是一共有16讲 那么我们呢一直在逐步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最后介绍一下我们的服务 我们主要有两块 一个是税务财务规划 那呢我们主要是做个人税 公司税的申报 还有呢家庭整体的税务安排 我们做的最多的是就是根据你的情况 来给你设计一个就是更加优化的一个税务架构 这个呢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而不是仅仅的给你报一个税 这就是新移民的海外资产申报 以及海外资产转入规划 这个呢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那就是公司的注册注销 会计不计财务报表等等 然后呢还有资产的保护和传承 以及信托计划 这是第一块业务税务财务规划 第二块呢我们做保险做的比较多 一个是丰宏及其他人寿大兵保险 那么呢 我们做的最多的是丰宏保险 丰宏保险客户呢 做到一定额度呢 会是我们的VIP客户 可以享受我们终身免费的税务财务咨询的服务 这是第一块 那么呢第二块呢 旅游保险 不管是加拿大人出境旅游的保险 还是父母探亲这个旅游保险 我们现在呢都有专门的人在负责来做 我们可以给大家就是比较不同公司的产品和价格 给大家选出最后的方案 再就是这两年的IFA保单抵押贷款 我们做的比较多 大家对我们的服务有兴趣呢 都欢迎跟我们联系 那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微信呢是最有效的联系方式 那今天的讲座呢 就是这么多 我下面呢可以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 请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举手 好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个Carol 就是你们给我们分享 非常多的干货 今天这个分享的内容很烧脑了 我估计大家可能要消化一下 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 可以打在我们的Zoom的留言区 也可以放在YouTube的这个评论区 这样我们的后台的导播 可以转到前台来 如果要是说想在Zoom上 直接提问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举手 这样子我们给您的麦打开 可以直接跟Carol来交流 好 这个大家可以积极地来 踊跃地再想一想 来提问题 那Carol这样子 在大家思考的过程中 我来提一个问题好吗 好 对 对对 就是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如何减少这个 减税的这几个 您的这个指导性的意见 我就看到了就想到 如果公司里边有一些留存的话 又想做一些投资 是不是去做这种 Capital gain方面的投资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股市上 买一些股票 或者是做一个指数的基金上 这样子是不是一个最好的节省方式 我刚才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就是说关于怎么样投资是最好的 因为你第一个你是希望尽量的省税 对吧 第二个呢 你是希望能够不影响 那个50万的小生意的那个额度 那么有这么几点意见 首先 在公司里面 如果有很多的流程收益 最好的方法 肯定是在公司里面买保险 因为只有保险 是可以做到最终完全免税的 把钱拿出来的 OK也不会影响你什么business额度 然后其次呢 就是投资带来长期资本增值的产品 那当然你可以买股票基金 也可以买投资房 那么他们是带来长期资本增值的产品 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 但是投资房呢 有租金收入 不过租金收入呢 可以通过提取折旧 来把它当年的这个收入打掉 但是呢 因为房子长期是增值的 所以最后的话呢 你会有recapture还是要上税 而你投资基金股票呢 它也是会有股息收入的 股息收入呢 发生当年是交38.33的税 但是你最后分红分给个人的时候 这个税是可以退回来的 所以呢也还是比较优惠的 嗯 好 首先我们按顺序来 那个Evan 您说是想要提问 您要提问的话 是您把问题提到这个提款框里了 请一问一个HST的问题 你可能还在打 那我们再问 先看一下就是S提的问 如果Hoco持有D 想设立OPCO做开发 怎么操作比较好 就持有土地 这个就比较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Hoco持有D 然后要OPCO做开发 它这个等于公司已经持有一块D了 那么它比较好的方式 嗯 应该是 成立一家Hoco 然后在Hoco下面呢 这个持有D的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REALCO 然后呢 在这个Hoco下面呢 再成立一个OPCO来进行开发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嗯 好 因为它应该是Hoco持有D 它把它持有D的就作为一个 它把它持有D的这个公司 就作为一个holding公司 但是实际上我们说holding公司的时候 我们往往说的这公司 它下面应该有 有OPCO 也就是说它持有OPCO 它作为一个母公司 我们才叫它holdCO 对是的 所以呢 它可以做这么一个三存架构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 对好的 那个如果有这个问题 想再继续探讨的话 可以把Mai打开 这样子交流会比较快 好 那我现在现在转到Evan问的问题 他说那个spouse rollover 是不是common law也可以呢 是可以的 在税法的范畴 common law跟结婚是一模一样的 对 就可能准备一下paperwork就可以了 嗯 然后还是关于刚才那个持有 这个holdCO OPCO持有土地的问题 那的问题是要不要转让OPCO比较好 OK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它 其实这个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大家对OPCO跟holdCO呢 就是 对这个怎么定义呢 好像有 有一个 有一点这个 募区哈 当你这一块地 持有holdCO的时候 对吧 你说它是holdCO 实际上是你个人直接持有一块 一个公司 对吧 我们一般说holdCO的时候 跟这个贷款经济说的holdCO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 OK 我们说的holdCO一定是 OPCO上面的公司才叫holdCO 那么呢 现在呢 你说要把这个地转到另外一个holdCO去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你转到另外一个公司去 这就有土地转让税 肯定是不可以的 是不是不合算的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话呢 就是把你现在持有这个地的公司 就把它变成一个holdCO 就是在你个人之间和这个持有地的这个公司中间架一个holdCO进去 用一个section85 rule over应该就可以了 就这个意思 Hannah 你听明白没有 我这个也有点糊涂 所以我就说今天的晚上这个信息量很大 都是干货 所以有点伤导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不存在说把什么holdCO 不存在说把这块地从他现在持有的公司里面 转给另外一个公司这种问题 他就把他持有地的这个公司把它作为opCO好了 在他个人和他这个持有地的公司之间 再用section85 rule over加一个holdCO进去就行了 就相当于把他现在持有地的公司就变成了一个opCO 这个地还是在这个公司不用转 不用转转ownership 因为一旦你签进ownership 你就要交土地转让税 你就不合算了 在安省的话 对 对对对 明白 其实就是说那个holdCO opCO就是我们来界定的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对 用那个section rule over的话 对 可以把它中间加一层 就自己再把它定一下opCO holdCO就行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明白了 好嘞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Evan问的 他说他是在一个买卖中 只是出了一个offer 买了一块农场 但是呢部分是商业 这个交易涉及HST吗 一个offer 卖方是公司 我是买方的公司 买一个农地 部分商业 设计HST吗 肯定是设计HST的 肯定设计HST的 是的 因为免HST的情况呢 一定是个人或者是个人信托 持有土地 才免HST 只要是公司的行为 都是有HST的 好的 如果offer说价格不含HST 那么交接是要加13%吗 那当然是的 但是关键在于说你就是你一个买家一个卖家 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可以 怎么说呢 你如果是买家是有HST号码的 对吧 那他可以 就是说在他们签写的时候写清楚 买家有HST号码 那么他的卖家可以不找买家 把这13%收上去 而又买家自己报一个HST return 在这个return里面 一收一付 把它wash out就可以了 就等于这个钱没有流动 但是报税的时候 你要把它报进去 但是offer只要说不含HST 你肯定是这个是没有HST的 对 OK 请问成立的一个人的公司的收入 是否使用您之前所讲的公司的税务规划呢 一个人的公司 成立一个人的公司的收入是否是 可以啊 一个人的公司同样 同样对我刚才说的税务规划 都是完全都可以用的呀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的 除非是不能使用的 就是说这家庭成员股东之间 做这个什么收入分摊 这个没有 因为你只能给别人发工资嘛 因为你只有你一个股东 你不可能给你家庭成员分红 他们不是股东的话 别的应该都是都是使用的 嗯 好 关于报公司报税时间 比如去年五月份注册的公司 是不是可以今年五月份以后再报税 而不是三月底报公司税 是这样的哈就是公司税 公司的任何一个会计年度不能超过53个星期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五月初注册的公司 那你最晚是会计年度结束是四月底最晚 那么在四月底之前的任何一个一天都是可以的 一个就是一个月的月底都是可以的 嗯好的 下一个是SU问了不能借用吗 不过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清楚哈 麻烦您在下面再把 应该是没有办法 我估计应该是没有办法 不存在什么借用不借用的问题 对是的 嗯好那个西西问的 Hotco和Opco成立时有区别吗 呃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哈 呃这就是说我们当说Hotco和Opco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般说 你下面有下面有别的公司的 我们一般认为他是Hotco 明白吗 就是Hotco我们一般认为呢 就作为专业的会计师来认为 一般我们不会认为这个Hotco就里面持有一个房产 我们一般叫他不叫他Hotco 这是贷款经济叫他们Hotco 我们一般不叫他们Hotco 我们说的Hotco下面一定是Hotco下面 他还有持有别的子公司的股份的 我们才叫他Hotco 一般是这个样子的 OK 那么在成立公司的时候呢 只是说 呃会问你这个公司是做什么业务的 那么在联邦注册公司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一个选择性的 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那么在有的时候呢 你是必须回答的 你可以回答我是Hotco 你也可以回答 我是一个做这个国际贸易的公司 但是不管你注册公司的时候 是怎么回答的 你这个公司的作用以后都是可以变的 因为在你每年报公司税的时候 在T2里面 他会有个地方要问你 你这公司的业务是做什么的 OK 所以不管你成立公司的时候 这公司是做什么的 你今后都可以 都是可以变动的 主要是根据他最后他的作用来 来定义的 还有一个 同样一个公司 你既可以下面持有别的股份 作为Hotting公司 你也可以自己里面有积极的经营 都是可以的 实际上是非常灵活的 好的 这个Lea她问的问题 就是她想问一下关于分红保险投资的人寿保险 分红投资的人寿保险 她现在要注册一个有限公司 这份保险今年要交的保费可以抵税吗 不可以 我其实我今天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分红保险 你帮他保到你的钱 公司税是抵不掉的 这个什么12.2的26.5的公司税 50.17公司 这个都是抵不掉的 对 你就是个人名下来买的保险 也抵不了个人税 好的 然后是在三里的问题 对于小公司 年终转钱给自己时 可以按工资一次性拿吗 还是只能年终分红 应该哪种好呢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你从公司里面拿钱 如果你是作为工资或者是分红 不管作为工资或者是bonus 奖金 这个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从公司发工资的话 税务局其实是指望你每个月 要按月是给他交这个工资税的 一般你 如果每年都是弄一次发工资的话 只有到12月份才去交一次公司税的话 这个税务局他并不是很开心这个事情 他可能 你做了一次以后 在第二年 他可能就会来心问你 你为什么不每个月 交这个payroll remittance 会出现这种事情 所以的话 工资最好是按月发 那么分红 你当然是年终 发一个T5表 给自己医朽一个T5表就可以了 他还问了哪种方式比较好 哪种好呢 这是我在上次讲座里面讲过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可以就是上YouTube里面去搜索一下 我的有限公司税务规划入门篇里面 就是有一节专门讲不了这个内容 好的 大家这个 才是三年的问题 关于公司报税时间 那么公司存在不足一年就要报税吗 我以为要满一年以后才报税 不用的不用的 第一个会计年度可以是一个short year 你可以甚至几天 几十天几个月都可以 反正不能超过53个星期就行 但是一旦第一次你的会计年度定了以后 以后就不可能税务局不可能让你轻易去改 那个会计年度的 嗯 那这个Yan有一个问题 自己公司给主要股东发钱 可以是T4或T4A都行吗 一般是T4 为这个事情我们确实还有打电话去问过税务局 一般给自己股东都不发T4A 都是发T4 而且你给自己发T4A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因为如果你你个人自己是股东的情况下 你那些与生意相关的费用 全部都在公司里面抵税了 你在弄个T4A 你你不可能同一笔费用两边底吗 嗯 好的啊 大家问题很多啊 呃 才有一个是关于小公司发工资 原来是半月发一次的 现在可以改为一个月才发可以吗 呃 是可可是可以的 但是你可能要跟税务局去打个电话 要给他们打个招呼 要跟他们说一下 呃 三里问的 您刚刚说的年终分红是T5 对 同红要出T5 没错 嗯 好 呃 谢谢大家永远参加哈 如果要是想跟Carol直接 还有手的好像还有 对对 我就说想 他们都已经问了 他们已经问了好像 三里跟那个 爱文都问了 这就有一个Zoom user 没有问 OK这边看到 哦 看看这个 好有一个叫Zoom user 你要打开话筒 可以打开话筒 Zoom user ask to unmute Zoom user 我给您发了一个邀请 您可以自己unmute 好 他已经unmute 哎 请说话 呃 你好 哎 您听说 你好 呃 能听到吧 嗯 可以 您好 他说 我我其实是以前也听过您的很多讲座 虽然是 总是听不明白 嗯 所以我 对真的是 就是大概我觉得就是半个小时之内明白 超过半个小时就又糊涂了 嗯 嗯 我就是想 真的我觉得您讲的非常好 我想把我们家的一些 你比如说我可能六月六月底的时候会有一笔钱进账 嗯 那么嗯 大概我就想您刚才讲到的那个分红保险 IFA 啊 税务规划 还有我们家里也有投资法 就是想这些事情综合起来 想看您 嗯 可不可以给我做一个这个叫税务规划也好 还是叫什么 嗯 同时呢 我我们家的税也没报呢 我就不知道这些业务对您来说是 哪些做哪些不做 还是要一起做 还是先做哪个后做哪个 这个我 你刚才说了几个我都是可以做的 我都是做的 你可以先跟我微信跟我联系 你应该有我的微信对吗 有有 对你跟我微信联系 然后咱们先把个人税报了 然后呢 等报完个人税这段时间忙完以后 我们可以再看别的东西做做做所有规划 可以吗 嗯 可以 我就是说 我想提前把我 对这样听话 我提前把我们家的情况跟您讲了以后 这样您有一个安排 就是说 不是说什么安排 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自己家的这个钱的安排 就就说别让我别让我给搞坏了 你比如说我 我我我做了一件什么事 而结果您发现这个税务规划已经是不太好做了 我我是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那行 你就事情我吧 因为个人的事情最好不要在这个 这个公众场合来说 嗯 好好好 那我就明天我在微信场和您联系可以吗 好的 没问题 你叫什么 嗯 哦 我我那个英文名字叫Lidia 好的好的 你明天跟我联系啊 嗯 哎呀 好嘞好嘞 太好了 谢谢你啊 嗯 嗯 嗯 对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开麦来交流哈 这样比较快啊 嗯 再有一个 我这个说的倒是挺有道理的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啊 就是有客人跑来 哎 说呃 Carol你现在能不能帮我想浪花减税 但是实际上呢 他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以后再跑来 这个已经晚了 比如说房子已经卖了 或者是怎么怎么着的 所以说有些东西你真的是你在采取行动之前 应该先去筹划才来得及 否则就太晚了 嗯 对 好 那这就是关于税务规划 问您收费多少钱 啊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我一般的是就是 我的听众一般是一家人有一个免 一个小时免费咨询的时间 完了以后呢 就是按照350块钱一个小时来收费的 呃 365吧 现在好像是365一个小时 对 对啊 那那我们这边来听课的 这个群友就有一个小时的免费啊 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个小时 呃 有问题可以跟Carol直接联系 好 有什么问题 就是打开麦 可以打开麦 直接跟Carol这个交流 还有呢 就是可以把问题留在我们的Zoom的留言区 YouTube的评论区都可以 我们的后台 小文会可以把那个问题转过来哈 Carol可能今天的问题比较烧脑 要大家要好好想一想 是是 今天呢 今天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比较复杂的 因为公司税呢 就是呃 确实有些复杂性 所以我今天也花了很大的精力 把一些公司税的基本概念 给大家讲清楚 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有助于 大家去理解税务规划的一些方法 对 对了 Carol 我 我是在阿尔伯塔 不是在安省可以吗 没关系 一样的 一样的 哦 太好了 OK 好 嗯 嗯 对 就是Carol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明显的深度 就是 第一个是 深度够深 另外一个呢 这个设计的面也特别广 还有一个就是 有不少的领域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 有兴趣啊 可以回头再重看一下 多想多听听再想一想 嗯 好 我们下面还有个问题就是 呃 Cathy说问452表 452的是表上 没找着 哎呦 这个问题有点突兀啊 麻烦你把这个 我知道什么意思 452是没有的 452是这个 并没有一张表格叫452 而是452其实就是你写一封信 至于说这封信怎么写呢 你可以在网上去搜索452的样本 你可能可以找到 如果你自己 觉得comfortable 你自己可以写 如果你觉得不comfortable 你可以让我们写 但是我们写这个肯定是要收费的 嗯 好 那再下一个问题 就是问回中国花的医药费 可以在加拿大这边报吗 对 用那个健康保险的账户报 嗯 你在中国花的医药费 你是说想用健康保险账户去报 对吗 呃 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 因为那个 如果中国的医药费 你是可以在这个 报个人税的时候 作为medical expense 是可以作为credit去抵税的 那么我觉得既然 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健康消费账户 应该也是可以报的 嗯 我也想质问一下 就跟前说那个健康账户 他是要先把钱放到那个账户上 是吧 如果要是没用完 他再退回一个公司 其实我 其实是 我其实我们是这样做的 因为我自己用现款账户账户 首先呢 你就确定你们公司有一个员工 他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 OK 然后呢 我就会给我的员工说 你比如说你每个员工 1500块钱一年 那呢 比如说他看那个牙齿 1000块钱 对吧 他就把1000块钱发票 给我们公司 专门负责报销的这个人 那这个人呢 就把1000块钱的发票呢 就email到那家公司去 就是那个 还有spending on的那公司 那公司呢 就会出一张invoice 是1056块5毛 那么他就把这个invoice呢 他会发给我 因为我是管我们公司的账的 对不对 我就从我的网银上呢 把1056块5毛呢 就发给那家 healthspending 看看那个公司去 然后那个公司呢 就会把1000块钱 打到我的员工的账上 OK 那他是 对 我的员工事先要把他的这个 支票提供给那家公司 他可以自动 自动存款的 对 就这么走的程序 嗯嗯 好 那这个1056块5毛 是进入到公司的哪个账上呢 就好奇了 一下他属于这个 哪个类别的花费 嗯 我一般会放在那个employee employee benefit里面 benefit OK 好的 嗯 好 coco问了一个问题 还是452表 452表 有两个邮寄地址 寄到哪个合适 啊 这个就太细节了 我 我不太清楚 为什么你说452表 有两个邮寄地址 谁说的452表 有两个邮寄地址 452表 首先这不是张表格 邮寄地址 所以我就根本没有规定 你的报税 你的报税的东西 是属于 寄到哪个 哪一个tap center 你的452表 就寄到哪个 哪一个tap center 是这样的 嗯 好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有没有 具体的问题 可以打开mine来讲 哈 好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然那个caro 我们让大家回去再思考一下 因为确实今天的内容比较烧囊 啊 就需要时间消化一下 对对对 大家有需要再再再再跟我联系 嗯 嗯 好嘞好嘞 啊 那今天就谢谢caro了啊 非常感谢 嘿 给我们再来了满满的干货 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两周后再见 拜拜 拜拜